现在国内妈妈专业户不少 但是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那就是张凯莉 张凯莉最开始的时候 是在中央话剧团 是一名专业的话剧演员 1990年张凯莉受邀出演了 国内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可望》 也是张凯莉出道第一部代表作 当时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 张凯莉火遍了大江南北 让无数人感动落泪 张凯莉出道28年 一直非常勤奋努力 她演技精湛又没有偶像包袱 只要是合适的角色 她从来不建议主角还是配角 随着年龄的增大 她更多的是饰演的妈妈这一类的角色 成为了妈妈专业户 尽管演了28年 可张凯莉的收入 还是不如丈夫的收入的十分之一 她这么卖力的演戏 完全只是因为爱好演戏 张凯莉的老公叫张建权 是一名作家 之后弃笔从商成为了企业家 其实在当时张建权 还没有张凯莉有钱 但是经过20多年的打拼 丈夫如今身价已经过亿 夫妻两个人也是非常的低调 两个人风雨同舟二十多年 一直恩爱如希 非常的令人羡慕 网友也是对张凯莉很欣赏 也有网友调侃说别拍戏了 在家专心卖鞋子吧 你对张凯莉的印象是什么呢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击关注订阅我们